一年一度的美联储经济政策会议将在本周四举行 关注焦点集中在了未来联邦对抗经济衰退的刺激政策上头 而先前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就坦言 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影响了经济 美联储需要寻求更多的支持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 经济救助方案谈判陷入僵局 以及未来不可预判的11月大选 带来的诸多不确定因素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即将举行的美联储经济政策会议中 提出何种刺激经济措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经济学家指出 目前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家庭支出 商业投资以及工厂产量锐减 随之将给美联储带来更大压力 迫使联邦强化储备金 经济学家同时强调从过往经历来看 当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很高时 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往往更低 根据布鲁姆经济不确定指数 2020年度该指数突破了历史新高位 这也对应了美联储上周发布的最新研究 即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还将加剧 且持续的冲击相较于独立事件 将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根据美联储的统计报告 经济在上季度创纪录的收缩后 美国经济已显示出恢复增长的迹象 7月 宠物销售激增 商业活动也逐渐回升 各行业的零售招工 就业指数都有所上升 同时摩根大通数据显示 信用卡支出也有所增长 不过考虑到目前2800万人 正在领取失业救济金 本月随着纾困金的缩减 这一数字有可能会有所下降 尽管如此 经济学家们依旧期待美联储 本周即将公布的货币政策方案 并预估美联储极有可能提出 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促进经济增长 中天中望 正理报道